八字算命书 雅成八字命令 是基于生辰八字推算的一门占卜书 向大家推荐一位研究八字命令20余年的道长 擅长八字算命 居家风水布局 灵福法事 道长微信 2088 2988 最强骑兵力气重现人间 货家反弹 所向披靡 相传在古老的东方 有着世界上最为强大的骑兵武器 它曾经帮助唐将李靖 一举歼灭了东突厥的铁骑联盟 然而就是这样一件嗜血如命 残暴无情的神兵力气 在经历了鲜血的洗礼 以后消失的无影无足 那么这件曾经站在武器之边的绝地神兵 到底是什么呢 穿越历史 看见真相 马术 史上最强的骑兵武器 以超强的破甲能力闻名于天下 在南奇书列传中 就记载着马术为重装骑兵所拥有的武器 它脱胎于枪矛 但与枪矛最大的区别在于枪矛使用的只是普通的木杆 而硕杆采用的则是上好的桑拓木 这种木材具有极强的弯折回弹和瞬间复位的能力 宋朝著名的大杀器神弊弩使用的就是这种木材 在制作硕杆时 要将桑拓木拨成千万根细密 放在油池里反反复复的浸泡上一年 才能得到粘合木杆的原材料 最后在经历了徒生期 伯格布等复杂的工艺后 历时三年 一根具有超强韧性的马术 才能配备在骑兵手上 当骑兵在马上冲锋时 术刃会借助马的冲击力刺穿敌人的身体 就在这时 术刃尾部的刘晴杰 会将串在利刃上的敌身挡住 受到阻力的术杆会产生弯曲 使术者一发力就能把敌人的身体弹出 同时带出一喷血雾 由于马术造价昂贵成功率低 所以汉唐以来 马术一直都是世家出身将领的标志 宋朝之后 随着西北和幽烟等战马产地 被北方民族侵占 缺少强大的骑兵部队 马术就再无用之力 并且术的制作成本非常昂贵 失败几率高 耗费大 易赶术使用以及废弃的木材 可以造实价强攻 这对激弱的宋朝 造成了极大的经济负担 而马术也就逐渐没落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其实西游记中大名鼎鼎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在历史上确有其人 他根本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那么他到底是谁呢 关注看见微信公众号 回复齐天大圣 你就知道了